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55回 柳明拿起了那本兽皮典籍,忍不住翻了几眼 这本炼丹的基础大权是多少钱出售啊? 这本书除了介绍炼丹的基础知识之外 另外还包含了几种基本单方的领的 零食五食,不二价啊 中年男子抬头看了他一眼,语气懒洋洋的 五食零食? 柳明听了这话,摇了摇头把书又放下了 但目光随意往摊位上另一堆东西上一扫 不禁又多问了一句 哎,这些东西呢? 低品成的炼丹器具一套,零食三百 这样吧,要是这本书作为赠品的话 那这套东西我就要了 同样的东西,他曾经在前面一家店铺看到过 对方可是直接开价五百的 而从这些东西蕴含的丝丝药箱来看 应该是真的炼丹器具 赠送给你,也罢,看着你是今天第一个客户上,最便宜你了 柳明心中一喜,当即从袖中取出了三枚清澈的零食递了过去 中年男子接过零食,略微辨认了零食的品质过后,就点了点头 柳明这才将那本书和那一套炼丹器具收了起来 整个房市十分大呀,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城镇 柳明花费了整整一天时间之后,才不过看过了其中大半的店铺 于是当天色一晚,他去房市找了一家专门工人休息的客栈睡了一晚 第二天继续看剩余的街道 虽然说许多店铺呢,都有增加法力丹药出手 他手中只有这么些零食,并且呢,还打算另外的再出手一些东西 虽然打算找一些性价比最高的,看起来心意不错的店铺,然后再出手 中午时分,当他最终看完了最后一家店铺之后 心中的也就有了决定了 半个时辰过后,他走进了一间悬挂着百针斋招牌的两层小阁楼 这个店铺在整个山谷中算是中等,里面数牌木架摆放了许多的东西 并有两名伙计在给客人介绍的店铺中的东西 还有一名老者是掌柜的,在一个柜台后面笑眯眯的看着大家 阁楼中似乎生意出奇的好 一直有修炼者络绎不绝 柳明走进就好一会儿,才终于捡了一个无人机会 走到柜台前,将一盒东西放到上面 柜宅先给我估一下里面的东西值多少零食,然后我们再谈其他的事情 老者闻言倒是丝毫不觉诧异 反而是面带微笑的点了点头 哈哈哈哈,今到有消火啊,老夫先看上一看 说着老者就把玉盒打开了,宁神往里一望,脸上微微一变 哎呀,好强的气息啊,这是…… 老者吃惊的手指一动,从玉盒中夹起了一颗黄豆大小的白乎乎的东西 正是那绿毛巨鼠所遗留的一粒骨渣 哎呀,请问道友,这东西是何种妖兽所留啊? 老者不愧为掌柜的,一眼就看出了手中东西的真面目 是一头巨鼠妖兽留下来的 柳明没有隐瞒的意思,坦然承认了 啊,妖鼠留下来的,这可就有些奇怪了 一般来说,鼠类妖兽是很少有能进阶太高层次的 哎,倒有稍等一下啊,我能来测量一下这个东西气息的真正的强度 柳明自然不会反对,他同样好奇啊 那头绿毛巨鼠到底是何等惊切呢? 老者一抚身,从下面拿出了一个巴掌大的银色的法盘 并将手中的骨渣往上面一放,再单手一掐绝 下一刻整个法盘嗡嗡之声一起啊 同时呢,浮现出了一片片不知名的符文 并在不停的变化当中 您也好奇大臣 下一刻老者失声出口了,似乎是不敢相信他的所见 哎,倒有稍等一下啊 哎呀,这个,这东西价值太大了 恐怕老夫做不了主了 必须请东主亲自来谈一下 呃,倒有,先将东西守候,到贵宾室守候 好,那在下就先打扰了 柳明同样也是吓了一大跳啊 他没有想到这个东西能让老者这么吃惊 要知道,他心中原先估量最高的也不过是宁业出气 这岂不是说,那头绿毛巨鼠竟然是离化经期也不远的真正的高阶妖兽了吗 这其中啊,差了足足两届 那些古诈价值自然更是一下子天壤之别了 怪不得他服用的那些巨鼠的血肉都用这般的效果 即使没有炼成丹药的服用了 也将其法力一下子推到了灵土中气 那叫叶天梅的女子能轻易的斩杀此药 那肯定是和本宗那位师叔祖同一辈的话经济靠人了 柳明一想起宫庄女子的娇美面容 不得心中有一种十分怪异的感觉 难道说那名女子看似普通 实际上是一名已经到了百岁的老太婆了吗 柳明心里边摇了摇头 把这个念头抛着脑后 就在老者陪同下进入到了二层 一间布置典雅的小屋中 马上有一名俏丽的女子上来 放上一杯香气扑鼻的茶水 老者很快离开去找他口中所说的东主 不大会功夫 屋外脚步支撑一起 一名身穿紫色长裙的中年妇人 在老者带隐之下走了进来 这妇人面容看似普通 但多看起眼却给人一种 气度不凡雍容华贵之感 哎道友 这位呢就是本宅东主玉妇人 这位道友则就是 我现前和您提过的那些妖骨的主人 玉妇人 道友不必客气 谢身也只不过是一名灵徒而已 不知道道友可否能将这些灵骨拿出来 让妾身再看上一看 行啊 这个当然没问题 柳鸣为言立刻从袖中 再把那木盒取出放在了桌子上 与夫人上前一步把盖子打开 也用细长的手指 从中夹出了一粒白色的骨渣 仔细地查看 她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神情专注至极 看了一会儿 夫人抬手从发际上 抠出了一根木簪上的东西 用尖头部分的往手中骨渣上轻轻一碰 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 原本看似淡黄色的木簪 竟然片刻之间颜色大变化为了深蓝之色 嗯 果然这是宁业后期大成妖狩的妖骨 虽然说少了一些吧 但是用来炼制一件小型的灵器 道也勉强够用了 灵器 柳鸣听到这儿心中一动 不错 灵器之所以稀少 固然是因为不易炼制 成功率太低了 但是更多的还是灵器材料过于稀少的缘故 倒有这些宁业后期大成妖兽的妖骨 家好是最适应炼制灵体的主要材料之一 当然了 在炼制的过程当中 肯定还要加入其他的辅助材料 这也价值不菲啊 夫人有些不舍的将手中的骨扎放回盒中 原来如此 别的不说吧 单凭对方并没有隐瞒这些妖骨的用途 并坦然的说明这些东西的珍惜 可见百真摘的良好口碑可不是吹出来的 我听王老说 倒有拿出这些东西来 并不是打算直接出售 而似乎打算再要和本宅谈其他的生意 可有此事 是的 刘某的确有此打算 不过在此之前呢 我想先问夫人一句 这一盒妖骨若是直接出售 不知贵宅啃出多少零食呢 哦 是这样 一件普通零器的价格大概在数万到十万零食之间吧 不过考虑炼制一旦失败 材料呢 也就灵性丧失 没有办法再用了 但是呢 还要扣除请高阶炼器师 以及其他辅助材料的费用 并且本宅呢 也需要从中挣上一笔零食 所以灵器主材 本宅一般都是出价在五千零食左右 不过考虑到 道友的这些妖骨 是宁业后期大成妖兽所留 有一定几率呢 会炼制出高阶和极品器 所以本宅可以再多出两千 一共七千零食收购这一盒妖骨 道友 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七千零食 这的确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了 柳明点了点头 可是啊 缩在袖子里边的手 却不禁摸到了另外一个 手指大小的细小的木盒 脸上流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玉夫人见此呢 虽然说心中有那么一丝疑惑 可仍然是面带笑容 这一盒东西 其中大半呢 我打算换取一些增加法力的丹药 名字和数量都在上面了 至于说剩余零食 我还打算购置一些服录 和一些炼丹用的药材 柳明思量了半天 终于没有将袖中的细小木盒拿出 而是从身上摸出了一张纸条 丹药都要低品质的 在数量上 虽然是没有问题 至于说炼丹材料和服录的话 我回头啊 让人拿目录和价格来 道友尽管挑选 玉夫人扫了眼纸条 异口答应了 随后她一声吩咐 老者立刻接过了纸条 就走出了屋子 片刻过后 那名凤茶的俏丽的侍女 走了进来 手中还捧着厚厚的一本目录 道友好好看看 本宅出售的东西啊 大都在其中 说不定还有道友另感兴趣的东西 哦对了 且神现在还不知道道友的姓名 可否告知啊 在下姓柳 全名就不好直言相告了 啊 原来是柳道友 柳明飞快地翻阅着手中的目录 并将看中的东西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又过了一会儿 王老再次走了进来 只不过手里边多出了十几个大小不等的瓷瓶 并把它们都放在了柳明旁边的桌子上 柳明目光一闪 将手中的目录一放 开始检查起这些瓷瓶了 片刻过后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除了这些丹药之外 我还需要 鹿心草五斤 赤灵花三斤 牛黄粉半斤 甘霖叶三大瓶 至于说灵符嘛 就要神行符两张 灵照符两张 回春符三张 嗯 好了就这些吧 至于说剩下的数百零食 就直接拿给我吧 王老听完之后 和玉夫人对了一下眼 玉夫人则含笑的点了点头 王老这才答应一声 又退出了屋子 六大友啊 既然购置了这么多的东西 恐怕不太容易随身携带吧 想没想过买一张储物符呢 储物符不是只有成为灵狮之后 才能使用吗 而且这点东西 就要动用此种符禄 这是不是太浪费了 嗨 一般的储物符自然不行了 但是本宅啊 前几天得到了几张 练制到一半失败的储物符 虽然说能使用次数只有一次 并且容量不大 也没有办法减轻 装入其中的东西的分量 但以道友的灵图中期的修为 却正好可以勉强使用啊 行 那我就用 半个时辰过后 柳明再次从白针斋走出来的时候 还是两手空空 他这一次出来之后 却并没有返回原来的客栈 而是直接去了仿市中 名气最大的一位炼气铺店铺 并在那里呢 待了两个时辰 这才面带微笑的走了出来 此时他身上残留的大半零食 和袖中所留的另外一个细小的木盒 已经不见了踪迹 随后柳明啊 直接就返回了昨晚所在的客栈 并就此不再离开 等三天日期一到 他身行这台再次出现在山谷之外 并奔到树里外的约定地点 在那里啊 满鬼宗的一干弟子大多已经等候在那 不少人正在兴奋地交谈 在仿市中的所见所闻 却并没有看到雷震和欧阳飞的身影 又当了一会儿 远处又有人走了过来 柳明淡淡一看 却发现对方并非是前世纪他们 而是一名身材十分丰满的 妖娆的少妇 身边还牵着一名不过七八岁的枯舍的男童 只见孙女行走之间一举一动 都有一拱惊心动魄的勾魂之感 孙女一见前面有这么多人 似乎也是一惊 马上带着男童朝其他方向走了过去 等他刚走开十几丈万 男童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嚎啕大哭 少妇马上俯身安慰了起来 可是男童根本不加理会 孙女似乎十分的焦急 狠狠地打了男童两下 男童哭得却越发厉害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从山谷方向 这才缓缓地走来了 前世纪和绿山少女 雷师弟和欧阳师妹 遇到了张世博 并有了一番造化 所以要在此地多留一些时间 不和我们一起回去了 前世纪看了远处的少妇和童子一眼 目中一光一闪 淡淡地说了一句 其他弟子听了这话 不禁面面相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前世纪却已经吩咐绿山少女 拿出卷轴再次施法 片刻郭公府过后 当淡黄色的巨舟 在空中凝聚而成的时候 满鬼宗弟子 自然是纷纷飞了上去 一声轰鸣过后 光照浮现而出 乌州就载着众人 向满鬼宗方向飞去 这个时候 原本正在哭闹的男童 忽然声音戛然而止 并抬手朝远处的乌州背影 冷冷地望了一眼 本山少妇见此 竟然丝毫不觉的奇怪 反而咯咯一笑之后 妩媚万分地说道 客人都只是一些灵图气的小家伙 连一名灵师都没有 看来 我们可以做一笔大生意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祭第55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